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三条重要新闻 首先特朗普的选举干预案件中 法院公布了更多证据 包括前助手的证词 其实他们没有看到选举舞弊的迹象 这一案件正在不断发展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接下来阿尔伯塔省的联合保守党政府宣布新规 允许企业和工会在地方选举中捐款 改变了之前的禁令 这一举措旨在提高选举透明度 但也引发了地方政府的担忧 最后肯尼亚副总统在住院期间被参集院罢免 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副总统 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政治权利和责任的广泛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Axios报道 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于周五解密了特别检察官 杰克·史密斯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 1月6日案件的大量证据 这些证据大部分是以前以公开的信息发布时 恰逢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试图将这些文件封存 以便他能顺利竞选连任 法官塔尼亚、楚特侃拒绝了特朗普法律团队的请求 决定在总统选举之前公开证据 证据中包括众议院1月6日委员会对特朗普前助手的采访 显示他们未见任何舞弊证据 以及特朗普的筹款邮件和前副总统麦克彭斯传记的摘入 史密斯努力维持对特朗普的选举干预指控 法院必须平衡最高法院关于总统官方行为免疫权的裁定 与对特朗普行为的指控 电讯报提醒读者 冬季已接近尾声 种植雪花莲球根的最佳时机仍未结束 直到11月底都可以种植 种植雪花莲时需注意球根的状态 干枯的球根需要在温水中浸泡2到3小时以恢复活力 春季开花的球根应种植在球根深度的两倍处 间隔几英寸以增强视觉效果 常见的雪花莲品种包括白色牛奶花 它们在阴凉的环境中生长良好 适合在阴暗的小镜旁或树木下种植 另一个品种艾尔维斯雪花莲则更高大 适合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生长 花期通常在1月 雪花莲不仅美观 还与节日和历史有着深厚的联系 曾被修道是用于药用 尽管其球根有毒 但这也使得它们不受小动物的侵害 《环球邮报》报道 阿尔伯塔省政府最近公布了新的地方政治党派和捐款规则 恢复了对地方选举中企业和工会捐款的允许 这一变化是由联合保守党政府提出的 旨在取代新民主党时期实施的禁令 新法案将于本月底生效 阿尔伯塔市政组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这将是地方政府沦为出价 最高政府沦为出价最高者的囊柱之物 新立法还允许地方政治党派在二零二零五年开始在爱德蒙顿和卡尔加林 这两个最大城市的选票上出现 但对个人企业或工会的捐款总额设定了五千美元的上限 Yahoo US 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中试图推翻败局的联邦刑事案件中 检察官公布了更多证据 法官唐也策肯决定公开这些证据 尽管特朗普的律师曾试图推迟发布 证据中包括特朗普与家人和助手的对话记录 显示他在选举失利后仍试图维持权力 特朗普对四项指控表示不认罪 案件因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而延迟审理 预计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前不会进入审判阶段 CBC报道 有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NDP领导人吉姆 丁呼吁对该省照顾下的脆弱青少年是否得到足够保护进行独立调查 丁的呼声源于对过往性剥削案件的担忧 尤其是一些受害者在政府的群体家庭中生活 尽管省长安德鲁、傅里已只是儿童与青少年倡导者进行调查 但丁认为这并不足够 认为需要外部独立调查原来避免利益冲突 此案涉及的两名被告霍姆比和埃斯科特 面临多项严重指控 案件的细节揭示了警方和儿童保护机构在处理指控时的失误 Yahoo US的另一则报道提到 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竞选活动中表现的有些不稳定 因发了盟友的担忧 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加大了对特朗普的攻击 称其言辞失控且不稳定 分析人士指出 特朗普的演讲风格和表现可能会影响他在选民心中的席架 尤其是在关键的战场中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特朗普的表现将成为他能否成功竞选的重要因素 RFI报道 拜登在与德国总理孝尔茨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莫会晤时 强调了对乌克兰支持的重要性 他指出尽管支持乌克兰的代价沉重 但与侵略盛行的世界相比 这些代价显得微不足道 孝尔茨提到 乌克兰将受益于一个400亿欧元的国际贷款计划 这些资金来自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润 尽管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坚定 但未来的政策可能会因特朗普的竞选而发生变化 特朗普暗示可能会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副总统哈里斯则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拜登在会谈中提到他希望在任期内能到访柏林 以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 德新社报道称 肯尼亚总统鲁托提名内政部长基图雷金基为新副总统 接替被弹劾的前副总统加查古 金基的任命需经过议会批准 但肯尼亚法院已下令暂停这一任命 直至10月24日 金基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 因警察在反政府抗议中的处理方式受到批评 加查古的弹劾案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否认了对他的指控 包括威胁法官和从事种族分裂政治的指控 加查古是肯尼亚历史上首位被弹劾的副总统 这一事件在被视为稳定民主的东非国家 引起了广泛讨论 GNN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福克斯新闻的工作人员帮助他撰写了 阿尔史密斯词战晚宴的演讲稿 在演讲中特朗普对副总统哈里斯进行了讽刺 甚至调侃了他的质疑 特朗普表示他对大部分笑话不满意 尽管这些笑话在场上引发了笑声 特朗普还透露他计划与福克斯新闻创始人莫多克会面 要求该网络在未来21天内停止播放对他不利的广告 特朗普与福克斯新闻之间的关系逆来紧张 他曾批评莫多克和福克斯的高管 认为他们给了民主党人过多的曝光机会 金刀的对象 成为美国官员中首位公开评论此事的人 尽管拜登总统在德国飞行中发布了纸质声明 哈里斯在五分钟后搜到镜头前 显示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协调 金瓦尔的去世 并未缓解哈里斯在中东复杂政治中的压力 尤其是在底特律地区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美国人 因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 而对他感到失望 尽管面临政治压力 哈里斯未能清晰表态如何改变对冲突的处理 而是强调了恢复人质谈判的必要剂 并呼吁结束袈裟的战争 《卫报》报道 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 对总统马克思的父亲发出威胁 称他将挖掘已故独裁者的遗体 并将其扔进海里 这一言论标志着他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极具恶化 尽管他曾与马克思同台竞选并赢得选举 杜特尔特在新闻发布会上痛斥马克思政府缺乏应对通货膨胀和粮食安全的政策 称自己感到被利用 他的攻击不仅是出于个人恩怨 也与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 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生涯正面临挑战 Axios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在选举日临近之际取消了一系列公共活动 导致选民听到他的声音的机会减少 与此相对 哈里斯则在媒体上频繁露面 试图回应对他的批评 特朗普的言论愈发激烈 他将批评者称为内部敌人 并传播关于移民的阴谋论 在最近的一次镇厅会议上 他将活动变成音乐会 表现出对提问的末世 特朗普的活动和采访数量明显减少 这与他在2016年竞选时形成鲜明对比 显示出他在此次竞选中的策略变化 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与欧洲领导人的会议中强调 西方盟友必须持续支持乌克兰 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 拜登此行的背景显得尤为重要 他与德国总理奥拉夫、孝兹、法国总统马克龙及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进行了讨论 重点在与乌克兰及中东冲突 拜登表示随着乌克兰面对严酷的冬季 西方国家必须加大支持力度 并指出这样的代价与全球侵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相抵 显得微不足道 显得微不足道 肖兹则重申德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 并提到计划中的500亿美元国际贷款计划 《卫报》报道 凯尼亚副总统李嘉提加奇瓜在住院期间被参奇瓜藏合 成为该国首位因弹劾 被罢免的副总统 参议院对加奇瓜提出的11项指控中 有5项获得支持 这一政治剧情在内罗币引发高度关注 尽管加奇瓜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弹劾程序 但最终仍未能成功 加奇瓜一凶痛住院 无法参加听证会上许应她 这使得参议院的程序陷入混乱 最终议会在接近午夜时进行了投票 决定罢免加奇瓜 这一事件将进一步加深她与总统威廉 鲁托之间的裂痕 电讯报报道 尼基哈利正在与唐纳德特朗普商讨加入其竞选活动 以吸引那些对前总统感到疏离的共和党选民 哈利曾在共和党初选中败给特朗普 现在他可能会在10月底的市政厅活动中出现 这一活动可能由特朗普喜爱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孝恩·汉尼提主持 特朗普意识到哈利的参与可能对其竞选有利 尤其是在距离选举日减剩三周的情况下 尽管哈利曾批评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关税政策 但他在共和国家大会上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存在 哈利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曾因选举期间的言辞而紧张 他在接受访问时提到 慰望特朗普对他及其丈夫的攻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8 great dragon great tension streets speed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commerce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Ball change The cars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store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Ball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grows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ve,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store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store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Lehreni would not change ACHina's power Mü见面 History East Traditions 感谢观看